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拦住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 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男人在他们转身之气 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把枪 朝着三个警察打去 枪声划破了天空 三人纷纷倒地 随后男人捡起那张燃血的证件 踏上了仓皇逃命的不归路 男人名叫纪正雄 是香港呵呵有名的贼王之一 他抢经店杀人无恶不作 但纪正雄唯一的优点就是 行事低调小心谨慎 他从来不给别人留真实的姓名 几乎换一波合作伙伴 就会换一个假身份假证件 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 就连抢劫 他也只见着规模小的金店来 因为这样的抢劫他十分熟悉 虽然收入不高 但风险也少了许多 在他逃亡的路上 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样一幕 一个汉匪手拿AK 在街上与警察对射 巧的是 这个汉匪正是另一个贼王 叶国欢 他刚刚带着兄弟抢了金店 但不巧的是 他们因为团伙作案人数太多 在准备逃亡 很快就被警察发现了 被逼无奈之下 他只好当机掏出了AK与警察对射 片刻后 他带着受伤的兄弟 狼狈地来到消赃的地方 然而收获的伙计 却以自信风生锦 不好出手为借口 只肯给他们一行人一点点钱 要知道他们带过来的 可是价值几个亿的黄金金砖 看到伙计恶意压架 叶国欢当即怒了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笑着说 把保险柜里的钱拿出来 不要逼我 听到这句话 伙计一下子白了脸 他偷偷打开了桌子前的抽屉 里面有一把枪 但最后他还是合上了抽屉 乖乖拿出钥匙 开了保险柜的门 从里面拿出一捆又一捆的钱 告诉叶国欢 以后不要再合作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叶国欢是一个讲道义的贼 因为他没有直接拿枪威胁伙计 抢空保险柜 拿到约定好的价钱后 他带着兄弟 坐上了偷渡广州的黑船 谁知半路上 那个因为受伤过重的兄弟死了 他们一边撒纸钱 一边把尸体装进袋子里 然后推进海里 远处传来了马达声 叶国欢警惕地端起枪 仔细观察后 小弟白头老解释 这是走私传 把一台电视从香港运到大陆 转手就能赚几千 听到这声音这么挣钱 叶国欢看着手上的枪陷入了神思 看起来前面这两位贼王 都过得十分凄惨 不仅被警察通缉到处追 还被捕逃亡 看来无论是抢击大金店 还是小金店都有风险 接着我们的最后一位贼王 卓子强出现了 他既不抢劫也不怕警察 甚至还过得有思有味 因为他干的是不动刀动枪 且来钱最快的生意 绑架勒索 这次被绑架的是一个富豪的儿子 此刻 卓子强正在富豪的别墅里一盏歌喉 旁边坐的富豪却心急如焚 只会一堆会计到处借钱 到最后也只凑到了五亿 富豪苦着脸说 能不能只要这么多 实在是拿不出来钱 卓子强欠抽一笑 然后继续转头对着大屏幕唱歌 奄然一副把这里当成KTV的沉浸式唱歌 一旁的秘书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电视关掉 然后给富豪和卓子强谈话的机会 富豪示意卓子强见好就收 不然他就报警 卓子强不屑一笑 凑到富豪耳边问道 警察可不知道你儿子在哪 可能他们在来的路上 你儿子就出意外死了 富豪吓得冷汗直流 见此 卓子强一路跑出别墅 嚣张地拦住跟踪他的面包车 从里面拉出了警察队长 看着苦瓜脸的富豪 警察队长立马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并把嘴里嘟囔着绑架富豪儿子的卓子强压在车上 问他是不是又绑架人了 结果卓子强却说 冤枉啊 他是来找富豪借钱的 警察队长立马看向富豪 富豪咬牙切齿地说 对 他是来借钱的 看着富豪扭曲的脸 警察队长问借多少 富豪想到了还在卓子强手里的儿子 说31 最后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卓子强是来绑架勒索的 所以警察队长只能放他走 返回的路上 卓子强把钱绑在跑车顶 然后一路哼执歌回家 另一边 季正雄利用假的身份逃到了广州 看着广州车站那硕大的真心中华的标语 他眼里充满复杂的情绪 到了预定的酒店 他先把包里的假证件假身份证全倒出来 然后仔细挑选了一套合适的 就拿起电话 跟街头人约了次日晚上8点在封满楼见面 挂断电话 季正雄从信封里拿出一叠叠的钱 数了几张三线怀礼 并给手机换上了一张新的手机卡 很快 就到了第二天傍晚 丰满楼迎来了一个名叫陈公的工商局局长 一旁则是跟着介绍人的 是打理好发型 低眉俯首的叶国欢 他这次来是为了让陈柯行个方便 让自己从香港走私运来的货能在大陆售卖 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叶国欢带来了价值几十万的花瓶 陈柯看着只古董眼睛放光 没过一会儿便答应了 三两句话说完 便让叶国欢明天来拿许可证 与此同时 另一个包间内 卓子强正和伙计一起商量下一个绑架的人选 卓子强打算把自己的犯罪升级 干一场钱无古人和无来者的绑架案 于是挑了一个难度最大的人选下手 他已经攀登了最高的山 下一座山 一定要比这座山高才行 但伙计们却冥冥相续 并不赞同 毕竟他们干绑架只是为了钱 又不是为了出名 无奈之下 卓子强只好做吧 选了一个没有儿子 没有老婆的父号绑架 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同一酒店里 季正雄正在与大陆的舌头昆西会面 商定下一次绑架的人选 最终他挑了两个顺眼的帮手 准备下次活动带着两人一起发财 在给昆西一部分钱后 带着二人离开 随后 季正雄来到了曾经小弟的家 小弟已经推出江湖许多年 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 看着小女孩手绘的相框 以及一家人的合照 他的心里一片柔软 犹如丧家犬一般的季正雄 突然感觉到了温暖 但他并未放弃打劫的计划 在天台上 趁着和小弟女儿打闹的时间 偷偷观察楼下的景点 观岗时间 期间在和小弟闲聊时 季正雄发现他变了 不仅戒了烟 还蒸蒸当当地努力赚钱 养活一家三口 小弟的意思是 自尽洗肾窃烟 准备迎接幸福生活了 他想珍惜当下的幸福 洗心革命重新做人 但这一番话 却没有点醒执迷不悟的季正雄 他告诉小弟 自己现在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 过来住个三四天就会离开 小弟本来想信任 这个曾经的大哥的 知道有一次 意外看到了季正雄的眼睛 直直盯着楼下的金店 此时 叶国欢的生意已经不如正轨 用户一个接着一个 数钱数到手抽金 虽然要时不时面对 参无腐败的高官 但只要生意不倒 永远有钱 送几个花瓶过去 也不是难事 听到小弟来汇报 这个合作的消息 叶国欢灿然一笑 并不打算合作 也不打算再去用钱换命 而且他早就听说了 另外两个贼王 都是行狠手辣之辈 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的好 另一边的卓子强 已经成功绑架到了一个 有钱的土豪 他和手下栽出孤岛 给土豪的老婆打电话 索求赎金 这时 手下也听闻了 道上的合作传说 过来询问是不是真的 卓子强的姿势甚高 直言不会跟另外两人合作 但回复过手下之后 突然就有些心不在焉起来 看着土豪被关在笼子里 哭啼喊娘的 要给老婆打电话 突然就觉得 这样简单的绑架案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于是 桌子强便一脚 把土豪踢进了水里 对这次的绑架 也有些心不在焉 作为唯一 没有小弟 也没有手下 平日里单枪匹马 抢金店的季正雄 自然是最后一个 知道这个消息的 此时他正和两个帮凶一起 谋划如何抢劫 经过长期的观察 他已经摸到了 值班人员换岗 以及警车离开的时间 这次叫来他们两个 是准备几天后的 持枪抢劫金店 骤然听见帮兄说 道上传言三大C王合作 他第一次掏出了 不离身的瑞士军刀 开始思索 这到底是谁传出的消息 但不管消息来源是哪 他都不打算合作 因为虽然没见过另外两人 但他们肯定 都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 做大案的风险太高了 他可不想被拖累 但意外总是比计划先来 看着绑架案 又一次成功的卓子强 决定干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 那就是促成三大C王合作 找到叶国欢和姬正雄 手下都以为他疯了 因为他们三个 可都是警方通缉的人 要是合作 指不定会招来多少警察 而卓子强却毫不在意地说 他找到心里面的那座高山了 就一定要攀登过去 下定学信后 要伤万贯的卓子强 在黑道上发布了一个消息 谁能提供叶国欢和姬正雄的消息 来这里告诉他 众种有赏 警察给一百万悬赏消息 他卓子强就给一千万 这样不怕找不到人 于是 从这一天起 无数人来找他汇报消息 有见过姬正雄的小姐 又叶国欢曾经的朋友 为了拿到钱 他们都必须在全身赤裸的情况下 到卓子强的车上 讲自己知道的事情 从他们口中 卓子强得知之两人 曾经犯下的无数抢劫大案 心里案子欣喜 看来另外两个人 也不是朗德虚名 值得合作 但唯一苦恼的是 他这么大张旗鼓地找了这么久 居然没人知道 两人长什么样 以及身在何处的确切消息 这就让卓子强有些气恼 说好的 有钱能是鬼推磨呢 怎么连两个人都找不到 同一时间 警方也得知了 卓子强在大力找 另外两个贼王的消息 他们时刻派人盯着卓子强的车 但卓子强太过狡猾 每次都能让他跑了 有人给卓子强带来真消息 自然就有人为了钱 给他递假消息 这天就有一个光头 说自己知道 季正雄的下落 卓子强十分高兴 带着钱就去了 谁知道听了一大堆 光头以前的事迹 他不耐烦地问 季正雄呢 他在哪儿 光头支支吾吾地说 自己虽然不知道 季正雄在哪儿 但是他知道 季正雄经常合作的人是谁 可以帮帮引荐 这句话直接把卓子强气到突血 但看在他知道 最后这个消息的份上 还是按照约定 给了他一笔钱 但没想到 晚上卓子强就被 曾经的警察队长拦住了 警察队长告诉他 这个光头刚做完20年牢 才从监狱里放出来 他入狱的时候 香港的电话都只有六位数 知道的消息都延迟了 希望卓子强不要被骗 看着光头闪烁不定的眼神 卓子强恨不得上前掐死他 但鉴于 还有个看笑话的警察队长 他只能强忍怒火 临走前 警察队长问他 是不是正在找 夜公欢和鸡正雄 卓子强没好气地回应 难道找人犯法吗 看到他这样子 警察队长就知道 他还没找到人 警方可以继续跟踪他这条线 然而 警察队长不知道的是 晚上 卓子强在别墅里 发完一通脾气后 就接到离通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 他自称是纪正雄的老朋友 顺便约卓子强见面 好不容易得知 纪正雄相关消息的卓子强 立马准备往大陆走去 那么 真正的纪正雄 现在在干嘛呢 他在学校 接小弟的女儿放学 并用女孩做掩护 来找卖枪的人 在这里 纪正雄再一次听说了 三大贼王即将合作的消息 老板看到他来买枪 非常友好的提醒他 现在卓子强正在疯狂地撒钱 找纪正雄和叶国欢 要是谁知道一点点消息 就可以得到巨额报酬 纪正雄当然不会为了一点钱 就暴露身份 所以他以安全第一为借口 强行压制住了自己的心动 但最后 老板还是把一张 带有电话号码的纸条递了过来 纪正雄看着手中的纸条 鬼使神差地收了起来 然后从老板手里接过枪 顺手将枪支塞到了女孩的书包里 就这样 躲过了街头巡逻的警察 就在这时 找不到女儿的小弟和小弟老婆 看见纪正雄手牵着的女孩 一下子就扑了过来 由于他是大哥 小弟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下意识地想接过 纪正雄身上背着的 属于女儿的书包 但在他的手刚碰到书包袋子时 纪正雄的眼神就变得危险起来 小弟看到了 立马知道里面有枪 此时 一旁的警察也被这里的骚动吸引了过来 询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小弟只好讨好的笑着说 是女儿不听话 他这才教训了两句 见没什么异常 两个警察简单唠叨了两句就离开了 但他知道 和小弟之间的信任已经破裂了 所以晚上到小弟家之后 纪正雄就坦白 再过两天 自己就会马上离开 让小弟安心 次日 他就将枪揣在怀里 带着两个帮凶 准备去抢金店 不远处天台上的小弟 偶然出来放风 居然看到了纪正雄 站在与金店只有一墙之隔的彩票店里 他下意识地捏起拳头 静静看着下面的一切 彩票店里挤了很多人 他们看着电视上的赛马 竭力嘶吼着 希望自己买的好能赢 看着彩票店的生意 比抢金店还好 就连两个帮手也沉迷其中 纪正雄沉默了 一强之隔 一边热火朝天 一边门庭冷落 这时他心生退役 立马叫停了两位帮手 准备晚上送他们离开香港 回到大陆 在码头上 两个人忍不住相互抱怨 来了一趟 前面正道就算了 还这么窝囊地回去 肯定会被耻笑的 话里话外 都是对纪正雄的不满 听到这些话 纪正雄从口袋里掏出信封 交给小个子 看着手里的钞票 两人不再抱怨 高个子专心点钱 然而小个子却慢慢挪了过来 他对着纪正雄说 自己知道他是三大C王之一 还知道他们三人准备合作 搞一件大事 希望他能戴上自己 说到起心的小个子 根本就没注意到 纪正雄狠立的目光 只见他掏出折刀 迅速割开了小个子 近在直屎的大动脉 声响惊动了大个子 不料被凶悍的纪正雄 以同样的方法弄死 鲜血喷到纪正雄的脸上 他眼都不眨一下 把两人的尸体踹下了海 此时纪正雄露出了真面目 他不再是那个 沾千姑后的胆小鬼 而是一代贼王 处理完尸体后 他把散落在地上的钱捡起来 回到了小弟的家 一见到纪正雄回来 就立马行尸问罪 问他下午 是不是想要抢劫金店 住到他家 是不是也是因为要来采点 纪正雄被问得 哑口无言 只能沉默 这时小弟已经明白了 他生死历劫的吼道 自己现在有妻有女 生活过得很好 并表明希望纪正雄能放过他 也放过他的家人 听了这些话的纪正雄 犹如被人间排斥的鬼魅 脸色铁青 让人恐惧 让人厌恶 他说 自己明天一早就会走 末了从怀里掏出一些钱 递给小弟钻做补偿 说完纪正雄便离开了 小弟展开一看 只见钱上血气斑斑 指不定是哪个人的买命钱 晚上 纪正雄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眼神阴冷 他觉得是时候找卓子强聊聊了 于是 他不动声色地走上天台 用新的手机卡 拨通了卓子强的电话 为了让对方相信他 纪正雄一无一时地 把曾经发现的案子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他突然醒悟 从怀里拿出瑞士军刀 走到小弟卧室门前 准备杀了他们一家 悄悄推开门后 却看到了熟睡的小弟一家 小女孩躺在夫妻俩中间睡得正香 想起这些天的相处 纪正雄慢慢退了出去 这是他唯一的兄弟了 他不想痛下杀手 但他想不到 就是这一念之人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他离开之后 躺在床上的小弟开始大口呼吸 他听到了天台上的电话 也知道了自己的老大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通缉犯 看着一旁熟睡的亲女 他暗自下了决定 于是第二天 纪正雄在醒来后 听见屋子外面有无数小故声 他立刻推开了小弟的卧室门 发现里面居然没有人 显然他被出卖了 而现在 外面全是等着抓他的警察 同一时间到达香港的叶国欢三人 来到一个老旧的电话厅前 准备给卓子强打电话 但手下去劝他 不要再走老路 其实以前做生意挺好的 没必要再回去卖命 叶国欢气得要死 做生意是不错 但是他要低声下气的 讨好那些官员不说 不久前还被一次又一次的抢货 他的尊严 不允许他再回去 低声下气的看别人脸色 原来 是叶国欢最近做生意屡糟不顺 刚开始是有一批走私的货 被海关查到了 他只好去找人帮忙 中间人找到了海关的龙科长办事 可连面都没见 他们就吃了几次闭门羹 门口汇报的科员 面对他们所要吃的喝的 最终却给出了科长很忙 不见人这一回答 手下都快被这办事的态度气疯了 叶国欢却笑着阻止了他 因为叶国欢知道 想要见到龙科长 首先就要讨好这个科员 于是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 以及吃食 或许是他们诚意到了 这天 科员在对着办公室的龙科长 一阵背躬屈膝后 说愿意见一面 但吃饭的地方要由龙科长挑 叶国欢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要见到人 这事情就好办得多 可没想到 为了给他们下马威 龙科长居然在另外一个酒楼里等他们 连了还责备他们迟到 这时叶国欢心里已经有气了 但为了货物 只好强忍怒火 一吨酒肉之后 事情谈妥了 龙科长让他们明天去领货 叶国欢面露喜色 总算是办妥了 他们本想就这么离开 但喝得醉醺醺的龙科长 居然让他们找个KTV鸡巨骸 手下眼里隐隐有怒火 但叶国欢不想多生事端 便让手下拿来了各大KTV的名片 准备挑一挑 可最终 这批货依旧没能安全地回到叶国欢手上 因为他们的货又被两个司机抢了 看着越跑越远的货车 叶国欢不甘心地在后面猛追 可最后不得不筋疲力尽地倒在马路上 贼王被贼抢了 心情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叶国欢发誓 一定要找回这批货 然后把抢货的人千刀万剐 没过多久 抢货的人找到了 但他们要面对的是公安局的宋局 叶国欢怒气声冲地来到公安局 想把两个抢货的司机带走 可宋局却说让他打一顿消消气就行了 人是不能带走的 因为这里面有手掌的儿子 这一副公关相护的模样 让叶国欢火冒三丈 他直接命令手下把人带走 但面前的宋局 却不动声色地将一把枪 放在刚刚倒给叶国欢的茶杯旁边 说他可以带着两人走 但那批货他就要秉公处理了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叶国欢脸色铁金 最终为了钱和逃亡来的兄弟 他还是拿起了扎杯 一饮而尽 这件事之后 让叶国欢彻底死了做生意的心 他带着两个手下 准备回到香港 答应卓子强的合作 重回贼王的顶峰时代 可手下却觉得做生意更好 既不用以命拨命 也不用担心被警察追杀 可在无数官员面前低头陪笑脸的叶国欢 却再也受不了这种日子了 他端起曾经的那把AK 他和手下坐着荼毒的黑船 连夜回到香港 可到了街头 手下依旧因为不想重回老路 在电话厅前跟他大吵一架 声音吵到了楼上的住户 住户直接泼了一通水下来 叶国欢直接威胁要做掉他 借口住户选择了报警 警察迅速赶来盘问了一番 却被叶国欢手下 以做生意失败为由糊弄了过去 随后警察转身准备离开 但临走时却随口丢出了 大陆仔香巴佬这样的侮辱词汇 叶国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直接掏出AK 跟在他们身后 直接射杀两位警察 他在大陆做生意 卑躬屈膝就算了 现在回到香港 居然还有人敢看不起他 要知道 他可是想党三大贼王之一的叶国欢 一个破警察凭什么看不起他 然而叶国欢想不到的是 外面有一队警察正在休息 听到枪声便立马掏出怀里的枪 击中了他 后背中了三枪 狼狈不已的叶国欢 还在试图捡起掉落在眼前的枪 前两个贼王都被警察包围 另一边的卓子强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刚刚接到了 叶国欢和季正雄的电话 已经不需要再跟昆西合作了 但昆西却觉得 他带来的钱太少 威胁卓子强跟他们合作 见此 卓子强直接将箱子里的钱 撒在周围 趁着昆西手下都在捡钱时 直接冲到他面前 用枪挟持了他 并带走了满满一卡车炸药 逃亡路上 卓子强兴奋不已 他想到了最好的计划 那就是带上炸药 和叶国欢他们在香港回归那天 炸他个人羊马翻 给全香港的人一个难忘的回归典礼 然而 他却在半路装飞了一个骑摩托的人 这个人直接导致 车上的炸药掉了一大半 看着卷在车轮里没了栖息的人 卓子强只觉晦气 看着掉落的炸药 卓子强心疼不已 只好下车一箱一箱地往车上搬 然而就在此时 一束强光照在卓子强脸上 等他回过神来 已经被一堆武警包围了 看着面前带枪的警察 卓子强缓缓举起双手 至此 香港传说中的三大贼王彻底落网 传说也随之烟消云散 三大贼王合作 本是子虚无有的谣言 还可能是警方放出来的耳 但最终却因为三人的欲望 渐渐成真 表面上像是传闻让他们走在一起 实际上则是他们各自的性格 欲望衍生出的必定结局 数大招风 本就全程瞩目的三个人越靠越近 所谓的事迹合作 不过是引火烧身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饭店他们就曾经见过一面 只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而已 当时的佑国华因为应酬喝得烂醉 纪正雄站在楼梯上一边抽烟 一边等服务员引导他上楼 满脸怒气的卓子强则从包厢里出来 准备让服务员给他换掉这份凉掉的米饭 这就是万众期待的三大贼王见面 什么轰动的事情也没发生 十分平淡 十分平反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的全部内容 我是市长八哥 我们下期见